中原古迹带你走起 这里是河南省西米市刘寨镇的旅楼村 至今这个村里面还保留有大量的明清古建筑 而且被国家收益为中国传统古村落 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从旅市加次开始 相传明朝到洪雾年间 旅市从山西洪铜县搬迁至此 距今已经有600年的历史 这个就是旅市加次 现在没有开门 大家可以猜猜里面供的是谁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旅洞宾 这边写国泰民安乐 下面是十五世孙中科大博士旅伟涛 这边是家和万世兴 十六世孙清华学子旅镇江 这边这里的确是出人才 上面运动的是黄色的琉璃瓦 这个在古代是不符合规制的 也就是现代建的 在旅市加次一旁 有这样一栋建筑 这个建筑是特殊年代建造的 叫做寝室台 那个时候流行早寝室晚会报 右边写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 左边写的是五周震荡风雷急 以前老的格局都是这样的 中间是主席巷 过多的我就不解释了 我们沿着这条路往前走 进村的这个位置 现在正在翻建 很多都是新修的 这个是新修现场 没啥看的 我们直接进里面 这个是入村的第一处古宅院 古宅院原来外面是有门的 里面是东西厢房 但是现在少了一个厢房 少了一个门 直接就能看到这个建筑 而且这个建筑被修得很厉害 硬山绘瓦顶 两层格局 从中间可以直接走到后院 但是现在没有必要了 我们从侧面一样能走过去 这后面也是一个两层楼建筑 被修到没啥细节了 所以我们直接往其他地方走 我们看到这个高楼 它也是个两镜的院落 当时我从那边门看了一下 那边进不去 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小门进去 倒着看 这是第二镜院落 也是一个四合一的格局 这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 上面二楼的门罩 还有很多砖雕 有一部分细节 我们可以放大看 中间雕的都是一些吉祥的图案 像是是如意 还有其他一些飞禽走兽 从这个地方可以上到二楼 以前的三层楼上面和下面都是放东西的 中间往往住人 这是东西厢房 看这个门 这个门有一个细节 其实后面的这个墙砖 处理得非常好 拐弯抹角的 看这个正好能到这个地方 这是以前古人的智慧 我们从这个小门进到前院 这是前面的大门 还是个卷棚顶的建筑 这个修得很厉害 木柱和石柱柱 我们从中间这个门出去 这就是我们刚刚进的这个宅院 这个宅院原来外面是有两块砖雕的 写的应该都是叫双幅楼 没有开门 我们从侧面进去了 这个村为什么叫履楼村 第一是姓吕的人居多 他们都是从外面搬迁过来的 建了一个村 另外这个村里面 在古代就建了很多高楼 所以叫履楼 履家人是以经商为主的 做的都是啥生意 种丧 养残 潮丝 也就是主要做残丝生意 生意做得非常大 这个现在挂牌是中国传统村落旅楼管理处 也是一个古建筑 三合月的格局 我们进去看看 西厢房 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东厢房其实是比西厢房稍微高一点的 这以前是尊卑有序的 这个是主房 两层的硬山灰瓦顶建筑 上面的小兽都是新弄上去的 看这上面都是门窗 整体看上去都是有鼻子有眼的 跟人很像 跟人的五官很像 这中间也是一个门罩 或者叫门楣 上面掉的非常漂亮 特别是两边的动物 这两边的动物 看这像两个麒麟也像 两个狮子到底是什么 已经无法辨别了 最上方有菊花图 还有中间是瘦子 这有关于古村的一些介绍 现在这里正在大面积的翻修 但是还有非常原生态的 就是这里 这边的几处宅院都没有被整修过 所以看着是非常的破败 可以看到这个三合有点格局的建筑 中间的屋檐之上全部都塌了 露出来中间的横梁 场景有点凄惨 这边也是 整体的架构都还在 但是该塌的还是要塌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很多人就停住了 一定还要往前走 有两条路 一个是往这个方向 另外一个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以前的主宅区 这下面也有几个破房子 我先走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 然后一会儿再走到主宅区 上来了 这后面是一个靠山的土窑洞 这里是郑州啊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竟然还有窑洞 其实这个很正常 郑州周边 你像巩蚁 行阳 西米这一块 原来挨着黄河 都属于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这有一个破房子 我们也看一下 这有一个靠山窑洞 是主宅 这个窑洞和那个窑洞都不一样 那一看就是穷人住的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富人住的 为啥 因为那个就是最原始的窑洞 而这上面是有砖砌成的 砖砌 第一是更加坚固 第二更加美观 保存时间也更长 穷人是气不起来的 他不再孤单 好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下面的主宅区 这主宅区 是有并排的几处院楼组成的 站到这个位置看 可以看到非常明显 后面是高楼林立 而前面是残坡的古建筑 对比是非常的突出 新旧文明 我们顺着小道走 这原来是一整座的院楼 现在前面的东西全塌完了 两进院楼 看前面的一进 后面一进 都没有最后面的住宅 这个是没有经过修缮的 当年的两层豪宅 现在墙缝都已经出来了 再不修有塌的节奏 看上面的门罩 叼得也非常漂亮 放大看一下 中间是一个变体的瘦子 两边有张开的赤纹 这个也是非常的残破 后面的树已经架上去了 一旦没有人住 房子坏得很快 特别是这些杂草 还有那些树枝 你看中间这种树 它们的根系非常发达 这上面的木架 还非常完整 强倒物不塌 这是中间的这一个大的院楼 赤头部分原来是有雕刻的 现在看着上面一面镜 被砸掉了 看到了 这后面是一个隐蔽墙 隐蔽墙原来是有砖雕的 但后来被取代了 你看 它一溜的有钟 差不多年代留下来的 宅院里面走 全是枯草 一片荒凉 看这门后 都处理得非常好 这些砖啊 都是以前留下来的青砖 中间是白灰钩的缝 我们进一个破院看看 都是从坊梁上掉下来的木材 我们走到最后一进院楼看 最后一个院楼看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维修的非常好 这后面是一个四层的高楼 这是 吕家 六市 吕冯泰的宅院 按理说 普通的民居是建不了四层的 但是当时 黄河决堤 吕冯泰 决了很多的银粮和粮食 乾隆皇帝封他为上上善人 特许的 他可以建四层高楼 这都是翻修过的 这都是翻修过的 这才是正二八印的中原古民居啊 这才是正二八印的中原古民居啊 河南风 用了很多的砖啊 就是木头用的很少 所以他保留的才这样好 这是一个四层高楼 在古代啊 能建起四层的不多 不但你要有钱 最重要的你要有权 后来吕冯泰的玄碎 也是因为这正在 被封了三品官员 我们就走到二层 简单看一下就结束 从这个地方蹬着上去 看里面的结构 这是下面 原来捧的都是木板 隔开的 从这个地方通过这种木梯 可以直接上去 现在我们就不上去了 有一定的危险性 这后面 原来是 插船门杠的 这到这个一个回路 是一个四合院的格局 好 这个旅楼村 就录到这里 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来这里 看一下